持續在您起來關心環境部昨天正式公告碳費相關的三項執法 宣告台灣正式邁入了碳定價的時代 那麼初步的徵收對象呢 會以年排放量2.5萬公噸以上的電力業 還有像是燃氣供應業以及製造業為主 那麼大約呢是有280一家的公司都是要繳碳費 其中141家都是上市櫃的公司 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大約是占全國總排放量的54% 而其實呢這個碳費的費率原定呢 是在今年6月發布明年就要開徵 但是因為整個討論過程並不是非常的順利 預計10月才會完成審議 明年5月踩市申報 到了後年才會真正的開始收費 不過環境部強調說碳費的確是減碳的手段 但不是政府為了增加稅收或者是環境部的小金庫 那麼也可以理解企業對於開徵碳費的擔心 不過碳費呢對於企業的影響有限 對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影響更是不明顯 環境部方面也會避免造成綠色同膨